关于时间的听说读写 在时间凡时的概念中 任何事物都可以化简为凡 您是否有过类似经验 穿行在路上 因为一盏黄灯转红而停下 忽然想不起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当口 放若所有路途的细节未曾发生 关于时间的我你他 人称指涉 关于时间的听说读写 关于时间的记忆和记忆 关于时间的滋味 关于抽象时间的具象化与对比性 在时间凡时的概念中 任何物事的意义可以是化简为凡的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物理学上的时间 文学语言当中的时间 文本背后的时间 评冠里的时间 指尖上的时间 甚至是反时间 住在所的概念 其实是源自于对时间的执着与贪恋 物理学上 物理学上 时间属于第四维 其准则在于时间的线性往往指向一个永不复返的未来 换言之 在时光的维度中 每一时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 这使得每个当下都成为永恒 而永恒与永远有什么分别呢 当先走的人成为永远 剩下的人可否背叛时间 倘若没有时光足够远 那么永远或许是一个太遥远的概念 说信身在时光中 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徒劳白费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